MING DEну 哈囉 我是Caren 今年ECS很開心 可以在Computex為大家推薦這一塊黃金版 今年ECS的主軸就是 nonprofit Done Stop代表就是ECS有非常耐用的產品Quality 50度的燒機測試還有72度的Burning Root 那再來就是全板子都是全固態的Solid Capacitor 好 那 let's take a look on this motherboard 所以現在你可以看到它在Heat Pipe 還有南橋的部分 另外還有它的電容 固態電容 還有它的Chalk 我們都是鍍金上去的 那大家都知道黃金它這個 它有非常好的傳導性 所以我們的目的是可以讓這塊板子不僅在外觀上面有非常驚人 非常Surprise的功能 那它在整個Functional上面也可以有 讓玩家可以有非常好的一個感受 那現在我們仔細看一下這個後IO的部分 它支援了USB3 另外還有藍牙跟Wi-Fi 然後它這個地方是超頻 那這塊板子有一個特色就是 我們稱之稱這個地方叫做變色龍 它會依照玩家在玩遊戲的電腦的溫度而做不同的變化 讓你可以在時時刻都可以知道這個板子的狀況 另外我們延續了ECS獨特的15MU的功能 這個功能我們把它Apply在CPU socket的地方 這個是只有ECS獨家的Feature 那這個Feature會讓CPU帶領這個板子在Performance會有最高的境界 各位超頻者天堂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精英電腦市場行銷部的Josie 那因為我今天想要特別為大家介紹的是 這是我們這一次獨家推出來的 就是全新設計研發的超合金黃金電感 Super Alloy Choke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 我手上這塊Z77H2-AX黃金版呢 它上面其實就有所有的Super Alloy Choke 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在我們的亮晶面的外表之下 它其實是有超過業界1.5倍的這個標準的測試 而且這基本上我們超合金黃金電感 為什麼叫做超合金黃金電感呢 基本上它裡面的成分就是超合金的 而且它裡面的這個超合金的成分 可以讓溫度的廣度增加到1.5倍 那是業界標準 業界普通可能都用電心電感或是一般的電感 那些一般標準電感裡面 可能他們在經過長時間耐熱耐久的時候 其實沒有辦法承受那麼長大的壓力 但是精英電腦使用的這個超合金電感 是可以超出一般的標準之下 通過這樣子的測試之後 才能夠產生出來的超合金電感 那這個基本上我們這邊就 攤位特別設置了一個超合金黃金電感的一個圓形 那這個就是它裡面的樣子 那基本上我們精英電腦 目前全系列黑系列都會有這樣子 黃金超合金電感的使用 全面性的導入 那也是我們精英電腦全球獨家的一個研發的部分